是不是在蓝色方提到一选的这个优先级 认为过高了呢 其实就这版本的优先 就英雄优先级有很多 就看每个队伍的取舍 像卡牌 鬼山提 还有艺画师 都是属于很好的英雄 又是这两手 蓝色方赢了之后 红色方没有必要大变 其实这两个英雄 单从英雄角度上来说的话 是有点打不动鬼山提的 就看 锁了 主要RNG这种跟上把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很怕拉扯 基本上等卡牌一参团 如果武器意义犯的不好 或者被艺画师定到一下情况下 基本上RNG阵容打团只能挨打 来 第一箱站套 打了一个守护着 而且一期好像也打不过 交散线好像要被追死 给治疗 闪现哪一口 这边在A插座一下 还是被碾死了 真眼照到 那小威好难受啊 因为他超级难受啊 他自己家野区是连野的 所以他在选择下的挂机 或者变装备出来 而维吾德还是一条命 对 因为维吾德带是急跑 再勾引 再勾引 一张牌 但是 噢 上头了吗 没有 得走 估计赛班退路线的 因为少个TP 前面就是会长这样 而且巴德也来了 扎克斯在旁边赶紧掩护一下 想动呼机哥是动不了的 但巴德实际上也给你点威慑 就打W的 帮助上路的频率是特别高的 传举雷德先手 先打中了反击风暴 那阿恩队也脆 因为 颜阙 哇 传说我们三个人 因为想要先被套居弱 但是这个闪线也得交 哇 这W打得好凶啊 直接大招给他打状态 在滑上去打一套 但是有三术鞋 追不上 看到了王迪不在就 想去凶一下 哎 野区 野区打起来了 但是个六级打五级 但是颜阙是先来的 对 但是可以钻到 哎 雪花抱起来了 没看到 伤害够了 他 留着就跑了 IW的主播也是直接先回来 快跑到了 直接给大招 但是颅仙被塔打了 嗯 有虫子 六层虫子 应该能吃一层 但是武器在后面 还有TP 要一包 来自颜阙 赵兴在旁边可以掩护一下 应该是死了 人头看给谁 人头感觉武器可以吃啊 整个下半局 但是RNG这里 其实推塔的时候也要小心啊 W在两个人在旁边埋伏的 直接坐门过来 直接坐门过来 想买步2v2 这也需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车退路线 颜阙是没闪的 但是被巴德的大招给定住了 至少就一个下 小角度Q了一下 是的 同时可以觉得压住几身 雪豪 再分出了风序 可能怕自己在中午的话会出事 是的 恒持续反野啊 虽然说第二组 红buff当时是反失败了啊 自己当时没交 也缺 看了第三组的证图 王帝也做一个神奇之门过来 有闪暂时不交 还是得交 嗯 但RNG的选择也是 看见你往哪靠 就直接来拦截 请问一下啊 先打一套 但是瞬间身上被套上虚弱之后 被打闪 王牌定住 但远距离 贾克斯可以帮助他 挡住最后的两枪 他被他敌一批 怎么说 他要走谁 但是直接被扫开 W皮肤先鸿 到人群当中 还想去留人 做了门走 巴德这个门 这个时候也起到了很不错的 一个改变地形的作用 又一个旁边 他被往后撤一下 但是W皮肤的这个时候 卡牌毕竟太脆弱了 他不是个正常的上单 那一划是来了 那应该结束战斗了 哇 这一套连招 而且奎香提进不了场 后会被控 对 这波可以看出来 奎香提在想进场的时候 就被控在原地 控了很久 就主要是后续 W的拉扯做得也很好 就小威 他不然进去的第一时间 先拉开 然后看到了呼吸 让小亨先去扫大 然后 爱王的残血 留了个门给自己 又拉开了 结果等到了 FOOFOO来正面 直接一套 是的 而且这时候 W的大王差点死 但是 大王 就是没死 是很关键的 他只说死了 是一换一 电刀加上火炮 这波脸变成都急了 看一下卡牌被开弹 嗯 FOO在正面 这波都没有 直接去扫大 赶紧开一手金身 但是这时候旁边 回藏机关了 一个武器 两个人瞬间 影响到后排的输出 在屏幕的右侧 要被林美墙给盯住了 自己往后面 交一波闪见 那是呼吸钩 恐怕不太好走 了要被招行三区的 他挑飞 可以稳定地滚动着 自己经济的血球 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这里横其实处理得很好啊 对 看着飞过来 所以不要他们 留点忽略卡牌这个点了 而且静是个超远狙击 你看直接卡牌飞过来 将静的狙击 在RNG直接无处可跑 是 就远远的 就已经可以对RNG形成合围了 是的 后续呼吸外自己 但他没跑了 小龙还有不到一分钟要刷新线 现在两边都聚在中 哎呦 林伟祥滑上来了 但是立刻三个人在蹲他呀 林伟祥上当了 看到有卡 想过来支援一下上路啊 这个时候W的人员比较的少啊 对 抓一下 就是很自己 在逃离大方 回上帝有大的 但是自己也被控了 武器大师反击风暴 晕两个山被套的手虚弱 矮王帝互通着 佛佛前站前走 佛佛开着手加速 自己先交闪现 呃 死到又不死拼到 异化石的QW也距离超长 现在现在与泽大师大普 哎 又被定住了 传巨雷 以远距离给上了 全是远距离技能 最后这个血猴收手 是啊 三件套卡牌现在也 哎呃 直接都大龙了 但大龙其实没有问题 他现在输出够的呀 是不是也 而且卡牌打得特别快 左边的位置很远 是啊 炎雀赶紧交由TP 来到中间 而且正面还有异化石的 在技能拉扯 加上巴德无限骚扰 但大V是要撤出来 他觉得自己的阵型并不是很好 先要人员先撤出来 最后面也被独仙了 独仙看下一张牌 赵姓的横跑前军 先隔绝一下战场 这位像直接 哇 第四强 地狱直接将棋给拘掉了 横一马当前冲前面 哇 飞上棋根本扛不住 又是一局 看下WQ第三局 打到了最后的血量 巴德也将棋留住 传巨雷 击出闪现 这火炮黄牌 这定谁 谁难受 是的 主要是大招 一招打起团来 卢西安就是招架不住 而且正面四打五的情况下 有造型的大招 左边也做不了什么事 造型大招拖太久了 后面等卡牌落地 一张黄牌 就感觉胜负已经定了 落到后面就是一张牌 瞄准的就是卢西安 是的 卢西安倒下了之后 后续前排也一直在被追击 这个小手道流量已经倒掉了 厅 納美海浪掀起布兰芷 而且佛佛给自己开出加速 想威胁一下双C RG双C 想去延拖 但是佛佛用手惊声啊 帮着进 已经砍下一包WQ 静怡现在已经在上面 要用央央威 啊 又举到一个 血喉意义没捏住 应该是 零零成下了 是的 两局 差不多都是这个 时间长短啊 大队也要快速地 将这场比赛给解决掉了 备葬提 又迟到了恐惧 现在异化事业已经玩起来 技能开始秀的飞起 已经守不了 最后的水晶了 那我们要恭喜WB